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文艺狗呢 其实主要的活动就是有插花 然后有花艺的产品 还有一些花术礼品 然后甚至做到活动策划等等 是这样子 那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名字特别的有意思 叫这个文艺狗工作室 因为感觉它也是一个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名字 但是和花艺总是让我觉得不是特别特别的大便 那你是怎么想到这样一个那么有趣的名字呢 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个人一直以来都很喜欢有关于文艺的东西 然后插花呢 是去年才开始的 我们这个工作室 然后娶文艺狗是因为我们网路上其实很流行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汇嘛 然后我想说文艺狗就其实代表就是喜欢文艺 然后对文艺工作投入的人就叫文艺狗 就其实跟我自己本身挺搭的 挺像的 对 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可以认识到更多 接触到更多的其他的文艺狗 对 其他的文艺狗 对 其实喜欢文艺的人 我看到您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美丽的花束 那这些是你们的工作室的产品吗 对 这一次我们工作室会推出一个母亲节的系列 然后桌上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母亲节的粉色系列 对 我们有爱心花束 就是爱心玫瑰花束 然后还有这个是我们的设计师花束 就是designer 就是专门设计是您设计的吗 对 就是这个花束 这种是您手脚 对 这个花束里边就是有玫瑰啊 然后有养牡丹 还有康乃馨就是给母亲的嘛 然后还有对 还有我们前面有一个手势盒的那个花束设计 不知道你可以看得到吗 可以看得到 对 就在前面 是的 然后那个就是用完了以后 其实可以当一个给母亲当一个手势盒来用 对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设计 我还看到前面有蜡烛 对 那个蜡烛是我们天然的那个白豆腊 做的手工干化蜡烛 它其实有香薰的作用 然后所以摆在家里啊 特别适合 但是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其实就是 如果你买两束花 我们就送那个蜡烛 对 其实两束花可以送给妈妈然后和婆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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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非常有意思的设计 然后送给妈妈和婆婆 然后自己留下蜡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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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非常有意思 那除了花束蜡烛之外 有没有其他别的产品和服务了呢 我们还有花束包月服务 花束包月 对 其实包月服务就是 客人可以长期跟我们订购花 然后每一周我们会送一束花给我们的顾客 然后那个顾客就是收到的花 是每一周基本上都不一样的 它也有两周式的 就是每两周收到一束花 这就是我们的包月服务 就是一个长期的订阅 所以这个就是花束的订阅服务 对 那这个花的渠道是哪里来 因为我看它们都娇艳欲滴的样子 所以特别想要知道 我们的花其实都是进口花 都是从厄瓜多尔来的 厄瓜多尔在哪里 地理实在是太差了 因为你提到这样一个新有的国家的名字 突然一瞬间觉得梦了 其实厄瓜多尔我也不知道 地理位置在哪里 但是它因为以前的花 基本上多伦多的花 在多伦多因为天气的关系 所以多伦多的花 就是没有种类面那么多 然后之前进来的花 我们基本上都是荷兰进来的 然后现在多数的花 从厄瓜多尔来 因为厄瓜多尔的花 比较持久 然后花也比较大 所以厄瓜多尔的花 现在算是等级上面的话 算是比以前荷兰的花 更高级一些 对 那我想知道 是不是只有你们这样一家 这个文艺狗 是从厄瓜多尔进货的 还是 那我就不太清楚 因为基本上我们现在跟合作的 我们有五个不同的金货商 然后大多数他们的花 都是厄瓜多尔来的 然后也有荷兰的选择 也有本地的选择 那就其实是看 其他的工作室 或者其他的花店 他们自己的选择了 那因为我 我本身就是 我比较 希望那个花可以持久 而且最漂亮的时候 送到客人面前 所以我选择的 都是最高级的 所以都是从厄瓜多尔来的 是这样子非常好 那你觉得自己 除了这个花是很持久的 这样一个竞争优势以外 相比较其他的这个花衣工作室 有哪些优势呢 其实我们最特别的地方 是定制 就是只要任何你有的想法 你都可以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来帮你设计 我们来帮你想 然后到实现 然后到完成这样子 因为很多 其实很多不同的工作室呢 他们做的东西 会特别的系统化 到一定时间之后 就接的单多了 可能他们走的就是 很多东西都走产量 那我们其实 比较走的是希望 可以为客人不同的要求 去达到不同的 做出不同的作品 然后就是 所以你拿到的作品 可能不是你市面上 就是其他地方能买到的 对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 私人定制的这样一个形式 对 那除了这个花衣啊 我看到你这个插花 你说你是自己设计的 我觉得我特别看好这个设计 您会教就是会教别人 怎么样去插花吗 会的 因为我本身之前 是在多伦多这里学过花艺 然后也学过欧洲的花艺 然后上个月我才从韩国回来 也学了韩国的不同的花艺 还可以跑去韩国学了这个花艺吗 对 就是我希望就是 可以结合更多不同的风格 因为每一个地区 它们的花的种类都不一样 然后我希望学的不同的风格 回来这里 回到多伦多 然后可以教给大家 更多不同的 你们平常 就是去花店里 或者是去其他地方看到的花 就是做出来的作品不一样 所以我希望我教的课 就是可以给你们看到不同的东西 是 对 是这样子的 我看到这个花很漂亮 我就想到 其实婚礼上也可以用这个花 那你们是不是会做这婚礼策划呢 是的 我们现在暂时是做活动策划 然后还有就是婚礼布置 对 婚礼布置 因为我们有跟其他的那些 婚礼计划合作 然后就是专注做婚礼布置 但是我不策划婚礼 站起来不策划婚礼 对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 您应该因为跟花打交道了很久嘛 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 肯定都会用到各种各样的鲜花 比如说 这红玫瑰啊或者粉玫瑰啊 或者等等一系列的 那你觉得 对于什么样的花是最适合婚礼 或者说你觉得新娘应该选什么样的花呢 其实在花艺方面我觉得要看新娘 我们通常选择的时候是看新娘这一次 主要她的婚礼上是想要什么样的色系 然后从色系上面去选择我们的花 然后在玫瑰方面呢 我们通常都选择花园玫瑰 因为花园玫瑰它开得很大 然后呢它它比较它非常饱满 而且非常漂亮 然后在婚礼上面就跟这种普通的玫瑰 你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因为普通玫瑰它比较小颗 然后在场地布置的话 它可能就显不出来 所以我们通常会使用花园玫瑰 花园玫瑰的话都是我们最经常用到的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别最近很流行的 就是Andaman Andaman呢就是一个白色 然后黑色的里面是黑色的花心 所以就是对特别特别比较特别的一个花 黑色的白色的花心是吗 对白色的花黑色的花心 对 然后那个Andaman呢就是最近 多伦多开始有些人用了 因为其实在美国他们很多人都用那个Andaman 是因为它特别贵 然后很多人只希望在婚礼上用它一次这样子 然后呢那个花其实现在多伦多接受度越来越高 然后其实搭配起来比如说森林系的婚礼啊 其实那个花其实很出条 它就不像普通你用的那种粉橘玫瑰 或者是白玫瑰 它就它因为它黑白色系 它的那个叫什么 它跳色跳得很好 所以就是现在我觉得年轻一代的人呢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其实我挺推荐那个花的 好的 谢谢我们的老板娘 其实我想问一下老板娘啊 对这个文艺狗未来的发展 或者说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 能不能和我们广大的电视机的朋友们说一下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坚持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多伦多人的生活 现在水平越来越高 然后不管一时住行啊或者吃喝玩乐啊方面 我觉得其实我给文艺狗的定义就是 我们可以带给你一些 就是在你的生命中一些很重要的瞬间 很重要的场合 我们可以来帮你点缀一下 就是 都能出现文艺狗的身影 对 所以希望就是我可以 帮你们在你们生活里边 或者是生命中最美的那个时刻 我可以为你们服务 好的 谢谢我们最美的老板娘 今天做出我们的节目间 大家电视间观众朋友们 谢谢收看本次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by bwd6